关于交通组织 市域交通6月1号起 室内地面交通、轨道公交 全网恢复基本运行 对江轮渡、寒山岛克的 有序的恢复运行 终止施行机动车电子通行证制度 巡游出租车、网约车恢复正常运行 除中高风险地区和风控区、管控区以外 私家车和单位用车正常出行 对驾驶机动车出入事域道口的 继续执行、核酸阴性证明的查验等措施 对外交通 6月1号起 基本恢复铁路正常运行和旅客进出站 择其在陆路离户、陆户通道解除现有防御管控措施 道路审计客运 采取一线、一方案、协商恢复 水路审计客运事情恢复 航空逐步恢复国内航班直飞我市 调整相关航师直飞我市航班的客座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